歡迎收看健康新知你給我30分鐘 我給您健康醫生 民以食為天 在英文 You are what you eat 意思就是說人如其食 你吃的飲食會決定你的健康狀態 今天的來賓因著女兒的生病 他體會到了食物帶給我們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因而他堅持去研究用無添加料理 在照顧健康上面 所以上帝卻為他開啟了生命的另一扇窗 我們一起來歡迎他 Vicky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跟觀眾朋友來分享食物的健康性 就實在健康 從飲食上面其實一日三餐 都是我們生活 我們的身體健康 需要從這些食物當中去得到需要的營養分對不對 對 是 所以其實我認識Vicky是從一篇報導上面 對 那我看了他的文章之後 我非常的有感觸跟感動 所以我就決定邀請他來上節目 將他的一些健康的觀念 正確的一些理念分享給觀眾 所以Vicky其實一開始 你的生活算還蠻平順的對不對 對啊 你有一個很好的工作 先生也有很好的工作 對我覺得我其實蠻帥蠻幸運 就是我從從小到大 就是最小的女兒 然後家裡面最小 然後到國外去念書回來 然後嫁了一個很 別人覺得不錯 很帥的老公 是 對 但是就是我也進了一個不錯的公司上班 對 但是就是2003年的事情 讓我就是改變這個事情 就是我的世界是整個大翻轉這樣 是 那時候是老大 對 老大 那老大 那老大2003年大概幾歲了 那時候三歲半 OK 所以三歲半是什麼原因 讓你發現他生了這個病呢 他有什麼症狀嗎 其實就是他就是一直發燒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生老二 OK 對 那老大三歲半的時候 我其實之前就給媽媽帶 那我就要帶回來 因為我媽不可能同時帶來的小孩 那你知道嗎 雙心的父母就是帶回來 一直把他送幼子園這樣子 然後就是他就是發燒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吃藥好了 然後又發燒 就反反覆覆一直發燒 對 他是沒有停的 就是然後逐漸你就身上看到 身上會有斑點 那我一直以為說他去幼稚園跌倒啊 或是什麼樣子 隨意受傷這樣子 那後來才知道那個是敗血病 會有的子班症在身上 然後就是他一直燒 所以我就把他帶去 回去給我媽 因為我實在工作太忙了 是 然後我媽就說 怎麼小孩子帶成這樣子 他就把他帶回去 給那個家庭醫師看 那時候其實他從小到大 打預防針就是給那個醫生 在固定那個醫生嗎 對對對 他看到他嚇一跳 那醫生非常有警覺 他就跟我講說 你吃完這次抗生素的藥 如果他沒有好 你就送台大醫院的學醫科 了解 對 所以那一次我是真的 把他送過去看醫生 那那次看的時候 那個醫生 那你知道看血癌 是 我後來才知道血癌 我想不知道這是什麼病科 就是看了很久 一整個下午 都在檢查 對 都在檢查 沒有檢查 就是你就等病 等著看 你說等醫生他沒看到啊 對 都沒看不到 你知道我那時候在那種搭公司上班 我都覺得你超沒效率的 是 浪費 浪費病人跟家屬的時間 對 我就先 然後你就說在門診等待要看醫生的時間 是要花很久的時間 對 所以你從早上到下午都還沒看到病 就是到中午的時候 到中午的時候我心理家想說 再十分鐘 我已經來這麼久 再十分鐘我沒看到 你的耐性快要磨完了 對 我就走人 好 我心理是怎麼想 結果後來就下一個教導我 你知道嗎 因為前一號到後面 那一號就大概差兩個小時 是 然後我進去以後 那個醫生真的也沒有講太多話 就是稍微看了一下那個我女兒的狀態 他就跟我講說 媽媽我跟妳講那個妹妹可能要住院住很久 對 他就直接跟我講 他說 而且今天是禮拜六 我就是直接把他轉急診 他轉他急診 是 他說急診牌 住院的 才下午的那個檢查 是 他才要幫他做檢查而已 然後那個急診醫生會告訴你要住院或怎麼樣 就那個在醫院裡面急診醫師就來跟我講說 媽媽我跟妳講我們幫他做出來檢查 他得了失白血病 其實我一點都不相信 是 是 妳當下不能接受 不相信 是覺得醫生檢查錯了嗎 為什麼 因為那個 我家沒有血癌的病史 了解 然後他這麼小 怎麼可能 生這種病 對 那我覺得他大概就是貧血而已 是 如果你說他血液疾病 我倒覺得說有可能是貧血 我說不是貧血 他說不是 對 他滿確定的跟我講 他就是血癌 但是就是要長時間住院 然後後面主持醫師回來跟我談 這樣子 其實我真的一直覺得心裡面其實很多疑問 對啊 但是我也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也沒有 妳很冷靜嗎 當下很平靜嗎 對我看我姐在旁邊都在哭了 我 對 我不知道說是我受了太大驚嚇 還是 我不知道那個情緒上面的狀態 對 但是後來我只問醫師說 他的治癒力是多少而已 然後醫生就講說 大概70% 因為白血病是最多兒童得的病 了解 對 在那時候我才 就想說70是很高的 是 對 然後我就在考慮說我要怎麼樣去幫助他 對 讓他能夠度過這個時間 但我當下真的就是 決定我就是要辭職 因為 所以接受他疾病的那一刻以後 你就已經想到後續你要怎麼做了 對 對不對 要辭掉工作 因為你不可能工作醫院 場所兩地跑嗎 因為我知道我的媽媽沒有辦法照顧他 然後 我大概聽一下醫生跟我講說 他需要什麼樣的照顧 後續的照顧 對的時候我就知道說 其實那個是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其他人可以代替 跟媽媽需要做 好 所以真的我覺得Vicky她 雖然不能接受孩子得了這個病 對 但是在當下 她很理智 而且也很快速的 就做了很明確的一個決定了 對 就是捨棄她的工作 回到家庭 專心的陪伴 對 這一個孩子對不對 是 所以當你這樣子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欸 這是一條開始漫長的治療之路 對 好漫長 而且滿恐怖的我覺得 真的 因為 你知道嗎 如果今天是大人生病 我們自己生病 對 至少我們覺得好像 還可以耐得一些治療的方式 或是打 光是打針抽血這件事情 其實對那麼小的孩子來說 都是一種折磨 對啊 我還記得她第一次做那個 就是打那個華僑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頭髮像下雨一樣 一直飄下來的時候 我覺得媽媽的心 媽媽應該是睡了吧 心睡 因為你會覺得頭髮一直掉 一直掉 然後後來我就是問說 那到底怎麼辦 就是直接把它剃光 剃光頭 對 那次掉的過程我真的覺得 比我頭髮掉還難過 真的 真的是 痛 痛在良心 看自己的孩子這樣子的一個化療的過程 所以她這樣子的化療 比如說照正常的療程 應該是要做多少次 好像 沒有 她是用年來看 用年的啊 對 她們是每一個禮拜要打一次 就是那個化療 她說她是非常密集性的 她光第一年就住院 就是她的住院就只要 將近一到兩年的左右 是 對 所以她大概在療程上面 L大概是五年的時間 然後她做了大概 從小學三歲半一直做到小學四年級 她才把那個 她們人工血涵拿掉 所以才算她的療程都已經結束了 對 但是後面是觀察期 就這樣 可是一般白血病 就像你說 第一個你們沒有家住室 原因也不可靠 因為其實她是 對孩子的殺傷力是很大的 對 就很多兒童幾乎都會有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對 那你說她有個弟弟 對 所以這個不是可以做骨髓移植 或是配對這些的嗎 所以那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 你在那個病房 兒童病房 你會看到很多 都一樣的孩子 對 然後你就會看到說 昨天那個對面的 就走掉了 然後怎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會 很多 很多計畫在後面 覺得說 那如果是後面是怎樣 說我要怎麼走 所以我那時候 醫生都說 你們才第二期 你們不需要去做配對 或什麼 但是我很堅持 她覺得你們還蠻輕 不是你們嚴重對嗎 她有分三個 然後她在中等 對 然後她通常是到後面 後面才需要 對 對 那但是我那時候就 跟醫先生說 我要做配對 是 因為你怎麼可能 就是真的要配的時候 就配得到 對 所以已經是先 有計畫性的 先做預備了 對 我就說我要配對 老師就說不用 但是後來 有一個小朋友 就是因為她 到重症的時候 她配對來不及 她後來 後來就走 結果從那個小朋友之後 所有他們在中期 他們就開始 幫她做配對 對 對 我覺得不要等到事後 你真的從中度 走到重度的時候 你再來做這些制 所以那時候 我幫她做配對的時候 就發現說 哇塞 我真的是超新的 我生那個兒子 結果她弟弟 就是她跟她 完全配對是六合 哇 對 而且弟弟出生的時候 姐姐也還沒有發病 對 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個天使弟弟來的 對 但是弟弟是看到她 整個療程 對 就是看到姐姐打針或什麼 或怎樣 對 其實她也是在陪伴她 那個弟弟 對她真的是蠻 蠻隆忍的 從小她就是 姐姐很壞 她常騎腳踏車 叫弟弟在後面追她 所以這個弟弟就是 百般的配合這個姐姐 到現在還是一樣 她感情非常好 是 所以其實Vicky也因著女兒 這個生病 然後讓她回到了家庭 對 把事業工作先放一遍了 那回到家庭之後 你自己 一天三餐 都用真的原食物 在照顧這個孩子 我其實那時候 不知道說 我要怎麼樣 開始照顧她 對 但是我有點愧疚的心 為什麼 我覺得 我沒有好好照顧她 讓她的 我覺得所有的父母 都會是一樣 就是 內疚 小孩生病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一定是哪邊做不好 那個小孩子才會這樣子 是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我最可以做的是 就是我用我的手做飯給她吃 就是 然後我其實 在照顧她的過程的時候 晚上我常常都是 上網找資料 OK 我找很多資料 但是我發現 我在台灣找資料 我都覺得不足夠 不足以讓我去覺得 我要怎麼去照顧這個小孩 是 所以我就是上網 上國外網站到處在尋找 這部分的資料 相關的資料 生病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父母親的焦慮 對 我相信爸爸 也是 很無助的對不對 對 他比較內斂 他比較不會 表現出來 表現出來 或者怎麼樣 但是我會就是 因為我比較個性 比較積極 應該是這樣講 然後他是 比較屬於配伴 他會聽我跟他說 到底怎麼做 而且他那時候 其實他很忙 很忙對不對 他手下 50個員工 他也是管很多人 所以大部分照顧的上面 都還是 他聽我跟他講說怎麼樣去 這個小孩目前狀況是怎麼樣 是 所以真的 父母親在孩子生病的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禍得福 真的有很多時候 我們埋怨說 為什麼會生這個病 或是說 為什麼我們做了什麼事 讓他一致導致這些 但是殊不知是 我們要從這個疾病裡面 去跟他學習 對啊 去看到自己有哪一些事情 或是哪一些方向要調整呢 或是上帝幫我們開了另外 什麼樣的床 真的 因為在Vicky身上我真的看到 他 其實你來自一個 就是父親也是手藝很好的 廚師 我爸爸是廚師 但是我爸爸是中廚 中廚 所以你算西廚了嗎 對 所以我爸爸常常跟我講說 我真的是想不清楚 就是 我從來沒找過你 為什麼你會 會走西餐這樣子 而且我會做 他覺得很奇怪 對 我覺得這是天賦啊 你就看著 然後他 你爸爸的遺傳吧 我覺得是 是應該大部分是天賦 是 所以其實你開始 然後你找了很多資料之後 在照顧孩子的這段時間 其實你在家裡就開始 做了一些東西了 其實我覺得那個做是因為說 我覺得我在醫院裡面 受到很多人的幫助 幫助 不管是志工 或者是什麼 在精神上安慰 或是什麼樣 然後我會覺得孩子好的時候 我必須要回饋給其他社會 所以你就是做一些禮物 要送給他們的 也不是就是 我那時候有人邀我去一個園遊會 就是 對 它是針對 偏遠地區小孩做的園遊會 其實 學校園遊會也是 然後我會覺得 我覺得我只是要告訴我自己說 我需要 我可以做什麼去做 去幫忙這些人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照顧小孩的狀況 他已經好了 但是在那個當中 其實我覺得我的料理 實在是精進蠻多的 就是透過我在照顧他的部分 我在做食物的部分 唯一可以想到的是說 我可以做這樣的食物 然後去買 然後變成現金去給這些 幫助那些 吃小孩 對 所以那時候開始做什麼 青醬 所以是用九層塔還是羅勒 我那時候做的是 沒有 我那時候是用田羅勒下去做 田羅勒下去做青醬 我去找田羅勒的原料做 是 所以你做了青醬果醬這些的 然後到園遊會去 然後把這些錢就是捐給他們 對 所以 就是我當初的一個小小的初衷 然後我把整個真正食物的一個概念 做在那個青醬上面 對 所以你那個青醬裡面的食材 全部都沒有添加物對不對 就是橄欖油嘛 就是田羅勒 是 然後純的那個 無添加的帕瑪森起司 OK 對 然後松脂這樣子 是 一般其實觀眾朋友我們去超市 或是去賣場裡面買到的 就是看一下它的成分標示 對 很多那種你看不懂的化學成分 對 其實我剛開始也是不大 看不大懂你知道 因為我一直 我在尋找怎麼樣去做料理 然後能夠幫助我的小孩的同事 的時候 我在學做料理的時候 我在超市買東西 我就會自動翻過來看 但是我不知道 其實我的初衷是想說 它用什麼東西做的 OK 對 但是我看不懂的全部都是化學成分 真的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到底是要怎麼樣去做出來 但是後來我在看那個布丁的時候 我才會知道 我才了解說 原來 原來那個就是化學成分 添加物 對 所以你不願意孩子 或自己吃到這些東西嗎 我就開始思考那個添加物的狀況 然後怎麼樣去把它用 不是添加物的方式做出原來的東西 這樣子 是 所以你全部都無私自通嗎 你也沒有去上過一點點的廚藝的課程 我 應該是我本來就很愛料理 做這些 對 我會去找資料 OK 然後不管是台灣的 大部分我都會看國外的網站 是 所以其實這樣也開始從原油會 加那個學校的這些 這些的一些原油會開始 你做了一些果醬 青醬或是一些醬料的一個製作之後 就奠定了你越來越清楚自己一個方向 對不對 對 是 所以你本來從FBPO這些資料 這些材料 你做出來的一些東西 有人訂購了 那其實也增加了你一些信心 對啊 我沒有想到他要怎麼買出去 他竟然有人要買啊 是 是自己也很驚訝 自己做的東西 生出來的孩子 還有人要對不對 對啊 是 我滿驚訝 所以你2011年就開始有了 想要開店 這個契機是怎麼樣來的 你想 為什麼想開一家實體店面呢 欸 那時候應該是 我們剛好要搬家了 OK 對然後我 我不知道我就突然覺得 我想要開一家果醬店 果醬店 果醬店而已喔 對 還滿小的 對我真的是 小小的加工廠 你的心量還滿小的 是 好 然後我先生 後來我就問我先生說 我只是開玩笑 我說實在 我真的只是開玩笑 妳要不要跟我一起做啊 創業 對啊 結果他就跟我一起跳下來了 其實我有點嚇到 你知道嗎 是 你沒有想到說他竟然說好 對不對 對 而且他還是說叫我做餐廳 我就說蛤 所以他覺得你開果醬店太小了 他覺得我 應該開個餐廳 我必須要做一個 就是讓別人知道 無添加 就是我做出的加工廠 必須要讓人知道 就說怎麼樣去把它變成食物 那個 一道菜這樣子 對 然後 我覺得那時候 我覺得我也沒思考太多 但我如果再思考 那個思考太多人 是不會去做這些 妳可能就阻礙住妳了 那這很恐怖耶 是啊 妳就是單純的一個 有人陪妳 一起跳入這個火坑 就做吧 我覺得他推我入火坑 不過老公也變成妳的神隊友 也是妳的助手 很好的幫手 對 他蠻 他很 應該就是說 他很能夠跟現場客人去溝通 我的理念 或我們的理念 對 然後讓他知道說 我們是怎麼樣去做出這樣的東西 然後 他的特別點是在哪裡 對 所以其實真的啦 如果今天沒有老公的幫忙 妳一個人可能 或許 妳就是果醬店而已 對我就是果醬店 從妳一個人能力開始 對 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果醬店 我應該不會走入餐的部分 應該就是醬料店 是 但是老公知道妳的能力在哪裡 大概 是 但是我覺得還是高估我了 沒有 他覺得妳有這個能力 可以把餐做得 讓更多人知道 吃到也好 或是更認同這種健康的理念 對 因為 他真的是高估我 但是我後來下來做 從四道菜開始做起 我會覺得說到 只有四道菜 因為妳不知道 五天家那個 對啊 說的是 所以妳也才在妳的菜單上面 也有很大的思索對不對 對啊 對啊 所以妳就是一開這個實體店面 就只有這四道菜 客人來怎麼吃都這四道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因為妳知道那個 我在那做2014年在做的時候 其實五天家物的產 很少 很少 沒有幾乎很少 但是因為我們在推廣這個東西以後 就發現說 開始五天家物醬油都出來了 五天家物的粉類 太白粉或什麼 沒錯 就是原始菜的東西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東西人家看到 所以現在妳要做五天家 其實相對是容易多了 基本上都可以 是 好 所以其實Vicky 這家餐廳妳們坐落在哪裡 我們在淡水 是 妳因為搬家搬到淡水 所以妳就落地在淡水 餐廳也開在那裡 對不對 好 現在妳這樣默默耕耘了好幾年 對不對 如果從2014年 實體店面開始 到現在2021年 有六年 七年 對 六七年 但是就是從果醬一開始 到現在其實是十年 如果從家庭代工開始 是十年 那時候我就開始申請公司 不是家庭代工 所以妳已經有公司名稱了 我那時候一開始就是 那時候我覺得我們 妳取什麼名字 就是真實手作 我那時候在開車 我就說 那我如果要做一件事 就是說我確定 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到底要做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開車突然間 就跟我 我自己的內在 就有一個聲音出來 就是說真實手作 因為 很符合妳的理念 對 然後我就 好 這家就是要做真實手作 就去註冊公司了 對 我就馬上去註冊公司了 手做出來的 對 不是什麼機器 大量生產製作的 因為其實妳 妳無添加物是不可能 用機器 妳在那個時候 現在是可以 但是那時候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必須要用手 去做出每樣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罐 醬料 全部都是手做出來的 對啊 去炒出來 要炒出來 或是去 要去把它打出來 打出來 從原食材開始 是 所以其實妳的 回到原食材 現在很多大家都在標榜 要吃原食物 對 這是真的很重要對不對 我覺得那個其實 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 其實就應該要用這樣的食物 來滋養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不是機器人 所以不需要花工的東西進來 沒錯 真的 而且我們也越來越知道說 很多的添加物吃多了 其實是傷害我們的身體 造就我們現在很多的病 其實有時候 有一次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去 我去那個澳洲領獎 那時候其實我一直都在吃我自己的食物 所以我沒有那麼大的感覺 就是說添加物跟無添加物的食物 對身體上面的差異在哪 在那一次以後我才知道 因為我在澳洲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自己煮 所以我就一定要吃外面 對 然後我就發現說 為什麼我這麼多負面的情緒出現 然後為什麼這身體變得好疲憊 所以你自從自己都在家裡吃 從來沒有在外面吃過 有 我會在外面吃 但是沒有像我在澳洲 就是連續一直這樣子 我知道 在澳洲吃的那些東西 讓你覺得 就是連續 因為我每天都必須要吃外食 都吃外面的 對 所以我後來突然發現 原來添加物 它其實會造成有一些 憂鬱的狀態出現 對然後那會讓你身體 因為它需要代謝 所以你身體會吃完後會比較累 對 因為這樣比較出來 我就會知道 原來它的狀態是這樣子 所以真的 有時候我們被添加物毒害很久了 可是我們就不知道了 你知道嗎 所以當你吃到 慢慢的開始要改變這個的時候 其實你身體會出現很多很多的症狀 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狀況 可是等到你習慣了 你用很原食物的東西 沒有添加物的 其實身體會修復你 對 而且也會告訴你說到底是 就是身體會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到底是好 或它是不是它需要或它不需要 真的是這樣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們的身體敏感不敏感 有的人很敏感喔 他吃到一些添加物 比如說胃精 胃精很多人會敏感 對 肌粉 對 他的身體就開始口乾舌燥 他就開始渾身不舒服 會 那這個就是對身體很敏感的人 他知道他吃到不應該吃的東西 對 或是有一些重金屬的東西 那這個都是身體可以反映出來 會啊 身體會跟你講 像我就沒有辦法 像酒 其實酒也是有添加物 是 然後我的身體就會 非常明顯的就會知道說 這個酒的添加物是放在什麼地方 對 然後 因為如果你跟自然酒比起來的話 一般人會可能喝不太出來 但是我會 非常明顯就會知道說 這一套 然後你會發現就是 我就會開始找青春痘 或者說 我就極度皮膚開始過敏 OK 對 是 所以你看這每個人對食物的那個敏感度都不一樣 所以最後我們可不可以看看就是說 其實食物的力量真的很大 所以Vicky你投入了這樣子 你也得到很多獎項對不對 對 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嗎 其實我就是2016年的時候得到國際無貼加物亞太美食獎 對 那時候我滿驚訝 他來找我的時候 是 那他們是怎樣 去你店裡吃到 還是你有送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 他就直接來跟我講說 我們有這個獎項 聽說就是他來看 看過我們 來看你們的店 對 來吃過我們的店 然後就來評 就頒獎給你們了 對 那時候我就心裡想說 哇塞 那時候怎麼會有國際無貼加物獎 雖然在做這個 可是我不知道說有這樣 無貼加有這個獎項 對 那時候他們剛進來台灣 對 所以你也得了這個無貼加的獎項 然後2017年的時候 因為我出了一本就是真實手作的 Vicky無貼加物出榜 是 的時候 他們在那一年就頒了一個特殊評審獎給我 是 因為應該是台灣地區第一個 人去寫這本書 而且真的你要去找無貼加的店 真的很少 餐廳 現在越來越多了 對不對 是 所以其實Vicky你這樣子 堅持 然後用無貼加的 不僅帶給家人健康 其實到你餐廳的客人 他有沒有什麼樣的回饋 我覺得我們客人都很好 當然會非常感謝你做這樣的食物給他們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其實在闡述這個理念的時候 我其實思考蠻多 因為我不希望說 別人 就是很多人認為 無貼加就是一個 健康 美食美味 健康 少爺少油 好像太健康又不好吃的感覺 對 那一分鐘馬上就是想到那個 不好吃的 素食 素食這樣子的 所以我在食物上面一直在做研發 其實我是要讓別人知道就是說 其實蔬果它本身就有它的獨特的風味 那你知道怎麼樣去 去 襯托出它的風味的時候 對 其實食物的那個 會 無添加的食物 會比有添加的食物更好吃 真的 對 原來你就是那個食物的魔術師 今天真的很謝謝Vicky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是 我想真的在健康上面 不只是用你自己的生活 規律的生活 適度的運動 更要均衡的飲食 所以Vicky今天跟我們分享了 她堅持無添加料理 用原型的食物吃出健康 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新資祝您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